大家好 今天是6月23日 星期三 股市星期一 星期二都曾经反覆 指数最低见过28,299 那一刻是处于玉市底的格局 但今天来说 技术上来说 一个反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指数在早市先高开159点到28,468 之后有少少整固而低见28,406点 但主要成份股都有买盘扶持 而且部分仍是比较稳 直至下午3.20左右 指数已经在今天曾经高见28,893 是什么一回事 第一 已经升破上周五的高位28,830 简单说 由28,216点的上升 已经呈现了好像浪高于浪的形态 第二 指数也修复了10、50和20天线 如果保持到这个势头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100天线 如果突破100天线 不用说 目标就直至今个月2号高位29,490点 顺带一提 下周一已经是今个月期指转仓高峰日 周二是期指结算日 按现在这个情况说 市很大机会在期指转仓和结算的时间 是咬着高台的 剩下来的就是看成交金额到底是否配合 因为再向上网就是三万点大关